终于到了飞机场 现在疫情真的很难出行 有时候根本不是你的问题 有时候你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因为我提前几天就买了我机票 然后我隔离一结束 然后我就准备出去 结果 结果就在昨天 我下午做完核酸 打算说 哎呀太好了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走了 然后我还要和酒店更新你的信息 因为酒店要负责 把你闭环送到机场 然后还要和我去的地方的社区 然后联系 告诉他 哎呀我什么时候到啊 我的做的是哪个航班啊 接下来我要在居家去监测了 然后都联系了一遍 突然说 对不起你的航班取消了 啊 我买的是国航哎 国航至少是一个大航公司嘛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 哎你们这样取消怎么了 为什么 他说哎因为我们国航的原因 啊好啊那这样的话你 我能我能怎么办 因为我都安排好了 啊没有办法 因为取消了 我们可以给你免费改签一次 或者是全额退款 说啊这个可是不是我的原因 为什么你你这原因 为什么为什么要惩罚我 为什么要落到我头上 我去我明天怎么办 我又要再住在这里了 然后他说 对不起就是这样 多说五亿啊 这种时候你你也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也不是这个办事员能决定的 然后 一直广播不断 然后我就开始说 好好好 我马上开始 开始买另外一张机票 买另外一张机票 另外一张机票 然后就就说 哎我这找找找 搜啊明天从明天从这里到哪里来 然后有什么航班 然后一个一个打过去 他官网上去弄 然后又要官网上 其实你去买的话 你会发现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我个人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国内的手机号码 然而现在就算你买一个机票 你有付钱的方式 他也要让你先登入11位的手机号码 来绑定啊 来注册啊 来给你发验证嘛 非常的 这可能是我自己单纯我的抱怨 但是这个表现非常的不国际化嘛 那你 对于一些其他人怎么办呢 就像我这样没有国 然后就买不成了 怎么办 然后就只好打电话 打电话他就说好 我们可以买的其实 然后我们可以那个怎么给你发邮件 然后你付款什么这样 哇弄了半天好 弄到一个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更更差不多时间的一个南航的机票 好可以南航说南航这个是京庭的 但是不换飞机啊 然后说你要和那个社区报备一下可不可以啊 说好好好我社区报备 然后就和这个下午这大概四五点啊 我们将按照相关规定对您的行李实时开箱 我要一直和这个广播标音量看谁的声音大 然后然后四五点我总算弄啊 哎呀而且中间还有很多环节有很麻烦 因为因为他不能我有我就是支付方式啊 其实很很限制 就是你没有国内的方式的话真的很难 然后我只好还要找别人找朋友帮我付钱 然后要留国内的电话号码 然后要付钱还要验证还要怎么怎么 就弄了大半天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验证付钱的这个这个呃 这个时效又很短 十分钟啊哇你得不管那个朋友在干什么 你得打电话过去哎对不起啊 我要用你帮我付一下钱啊 现在发了一个验证吧 你发给我一下 啊这个疼了半个多小时 靠总算弄完了太好了 然后我就说哎呀神情气爽明天要走了 我来吃个饭 等会吃完饭的时候 说对不起您这个航班又取消了 我操又又又又又取消了 啊为什么然后再想哎为什么是不是那边的机场有问题啊 然后再打电话到那边机场 那边机场没有啊我们很正常啊 然后哇然后我就问了这几个你问这几个航班公司 他都说没有用的 他说啊因为啊安全原因因为疫情的原因取消了 啊那我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你改签啊最快的是后天呢 如果有疑问请拖打电话 然后那你也是没有用的你再解决吧 然后开始再找还有还有什么航班 还有什么然后打重庆机场的电话 哎因为你们这里卖票吗 啊我们这里不卖票 啊你们这里有知道什么航班吗 啊那你要去打去航空公司 好在一个一个找还好有 有这个这个互联网你可以检索啊 然后今天有什么航班 然后一个一个试过去 哎哇最后发现有一个 我以前从来没有停过的华夏航空 不是没有停过也没有做过 我也不知道这个航空公司怎么样 说哦好可以啊 然后怎么付钱 哦又是那一套又来一遍 然后又开始去去啊去发给别人要怎么怎么 说哎这个票价都差不多啊和国航什么 和国航呀和那个南航呀 后来他说哦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没有行李 你要单独买行李哦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可能这个华夏航空是个廉价航空 因为他没有行李嘛 他只卖机票这个就是廉价航空的一个做法 就也没有食物 飞机上也没有食物 当然这个时候你也你也不不希望在飞机上吃东西了 然后说哎呀再折腾到第三遍 这个时候我就弄完了 我也是不能不能放松啊 我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等下会不会再给我那个说要取消啊 就然后这种这种问题你又好像 就就就就感觉找不到责任人啊就找不到原因啊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新闻开了 因为太阳出声了 然后那个新闻开始了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新闻也变得非常电视都变得非常大的声音 嗯就告诉大家起床了 这样啊 所以我就挪到一个稍微边一点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然后后来我就昨天就把这个接着刚才的讲啊 就昨天我就把这些什么变化 然后再和酒店交接一遍 交接完我还是很担心啊 就是这次我没有像刚才那个好像处理完觉得说 哦是一次意外 我觉得哦是不是一个这个 我对意外的定义要重新 这个是不是一个常态啊 经常取消经常取消 所以我就开始后面提心吊胆 然后就开始 开始晚上傍晚大概十点多 然后我还要再打一次那个航空公司电话 喂明天这个还正常吗 啊正常正常 好好好可以可以准备睡觉 然后就就就这个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睡了一会儿大概两三点嘛 我就起来了 其实也没有睡好 起来起来 第一件事是什么 再给航空公司打一个电话 说哎今天那个七点的航班是正常的吗 他讲哦正常正常的 哇输一口气 好好好那我可以走了 然后就开始才开始去那个 去啊去酒店 说酒店待会就上来 他就会给你一个防疫人员 就全身穿满人的什么 就是这个也是啊 这几天有很多人为我服务啊 不能讲为我服务 就是做尽他们的职责 然后检查啊 做核酸啊什么 然后我其实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子 也没有见过他们 就是他们全部盖得严严实实的 而且这个工作真的做得也很好 我觉得其实很繁琐 也很多事情 然后讲不好听也很危险 但是他们做得都挺不错的 真的是无垠英雄啊这些人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也没有见过他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样子 然后然后他就给我送来了一个什么 隔离解除隔离证明书 还盖着红章的 还有什么核酸证明什么东西 就说你可以走了 拿着这些文件可以走了 然后我就开始出门 收拾所有东西出门 出门了 出门了就 然后你才发现哇 真的消毒啊 什么做得很很可怕 就是那个电梯里面 简直不能看了 好像那个电梯已经变不行了 变得好像就是那种 秘室逃脱鬼屋的那种感觉 好像那样的感觉 然后电梯也 总共他有三四个电梯 其实只有一个电梯可以用 其他电梯都封起来了 然后就出去 出去有人交接 然后去上了一个汽车 坐了一辆车 那个车前面后面都盖住的 然后那些司机也是穿着隔离服的 然后就坐大概20多分钟 路上就还有人打司机的电话 这个人来了吗 这个人是多少多少号 然后他要去哪里呢 航班什么 我们在几号环战楼等你 原来是下一个环节交接的人 这个我觉得真的操作起来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给这些工作人员点赞 但是觉得好像我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不清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进去 然后这个人就跟着我 然后检查了我的这个码 那个码 然后检查 比如说你的健康码是不是绿的 你的隔离证书好了吗 什么之类的 检查完 他说好你合格 你可以跟着我走 然后跟着他就进来 进了就过几道管卡 每个关卡要填这个填那个 然后签字什么什么进来 然后他就护送着我去换了登机牌 然后换完登机牌 然后出运行李 然后过安检 过安检他就不进去 就交到安检那里 然后他就走了 他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我就进来 进来就到了这里面 就准备登机了 真的像一场历险季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确定性非常的多 就是好像你很容易就航班 就取消了 你的这个行程就要改了 你如果不想改行程 你就要马上处理这个变化 所以这样可能真的很不便捷 就是你的过程很不流畅 你可能有什么事情不能计划 或者说你计划的荣誉 你要留的大一点 这个就没有那么经济了 时间上了 先回家吧 希望等一下航班顺利 请不吝点赞 装装链 订阅 装装链 赞 装装链